不上手这手感越不好 再加上现在被洪德烈打一个5比1 这种心理上 天下不就满面会有一些提早 那这种常赛局的赛制 如果说今天这头九局球 能打着 拿下七局 这就非常主动了 对 如果是7比2这种比赛 的确是 8 进击的机会 可能在80%以上 9 好像是准备低竿来K球 白球 哎呀 这杆不理想啊 白球撞红球队撞得太薄了 对 16 等于没有把那个力量都传给了 你看 对 等于蹭了一个薄球 所以白球就跑得比较远 他都能传给红球队啊 白球能停住 看红球队这刚才打不打啊 可以打底带 也可以选择打中带 如果打中带 白球还刚好是 从篮球这边过来啊 有机会去做黑球 好球 好球 看力量啊 再弹起来 再弹起点 哎 力量稍轻一点 嗯 还是去薄了啊 看看这杆准度怎么样 好球 漂亮 白球 哇 白一点 来看一下 亨特利现在 这个白球位置 现在还有一个红球 可以选择打中带 另外粉球 右边那颗红球 底带也可以 选择退底带 这杆也是有压力啊 哇 漂亮 35 我还是没有能够把白球完全调回来 嗯 这几杆白球的位置不舒服啊 所以 还很难用干法啊 来去控制白球 好球 再可以一下 漂亮 这盘 现在白球就回到了 理想位置了啊 下机器 虽然打厚了一点 但是这黑球还是进了 这就可以连续的左右开工了 黄德里这一竿会不会有想法啊 现在虽然打得很难啊 但是前面这几个难的球都是黑球 对 也就是说现在是还有这个满分的机会呢 而且球形也非常好 我相信亨特利如果说打到超分的话 包括现在其实已经做肯定有想法了 嗯 就说如果超分之后 可能有一些难度很大的球 他也会去照着满分来打 就 在没超分之前 可能是还是一旦叫不好啊 可能还是会放弃 我现在看起来很大机会啊 红球真的是再理想不过了 基本上可以说没有死球 好球非常到位啊 56 从他今天的这个状态来看啊 很有可能 有机会啊 有机会 对 亨特利现在就是感觉越打越自信 57 好球 粉球下方的红球 64 65 嗯 真的有机会啊 好的 来 这样这颗红球再一进啊 就是亨特利是一定奔得满分来打了 对 先确保超分 对 超分之后 就是哪怕很难的球 他也会去选择打满分 我相信 73 好球到位啊 80 81 先解决下面这颗 角度稍有一点小啊 但是还是有角度 88 高杠两库 直接跟高杠来登一座啊 很漂亮啊 解决了最有难度的一颗 嗯 位置做得不错啊 96 刚好顺手可以够到横台弹一库 还是做黑球同一个底带 好的 96 打进去黑球104 先过板 嗯 这些全场的观众啊 也都是 开始期待了 对 很期待啊 这也是在为他们的意思 暗中的加油补劲 去年的世锦赛好像是没有14期 没有 前天是两个 嗯 嗯 亨特利现在满分的次数是10次啊 而这个 奥沙利文是11次 如果亨特利这一竿能够打出来的话 对 追凭奥沙利文的 对 好球 好球 角度也不错 你看着角度大一点 但是不用什么干法 特一库 就可以做到黄球 漂亮 球 进入最后的流程了 嗯 这种球全部都在点位上 高杆来一库 这个球稍有一点要劲啊 还是稳妥点 嗯 加杆吧 身体够得有点费劲 它是家常球杆 嗯 对 还是 这样的话 家常之后 它身体能够趴得再远一点 对 舒服一点 撑得更稳 嗯 很关键啊 这一杆如果绿球到位 好 漂亮 好球 停住 最理想的一个位置啊 好球 我还记得25 125分 这个粉球啊 就在点位上面一点 基本上就是原位啊 现在就 我还记得撑进哪 每进一个球 现场的观众 都是非常的激动啊 嗯 嗯 叫中弹 134 好球 漂亮 漂亮 非常到位 好球 140分了 好球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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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太能了 好球 漂亮 空德烈 2012年世界锦标赛场 再次打出147 直演